現在沒有人 因為剛剛斷掉 剛剛還有十個人 他這個腿還可以拆下來 對啊,我剛剛就是把它拼上去 還可以啃一啃 請台灣什麼來示範 我們還有附這個盤子可以上台 台灣可以上台 太血腥了,不能露出 唉,有人進來 大家好 剛剛網路不太好,掛掉了 我們幫大家準備一盤燒肉 幫大家準備一盤燒肉,等一下 剛剛那個牛的燒肉呢 他是可以拆卸下來的 拆卸下來之後呢,會變成這樣子 請大家等一下 好 道具組不太專業 啊 請不要動到那個攝影機 有沒有看到 他可以放在盤子上就變成吃了 我剛剛吃的燒肉 有點排斥 這樣有看清楚嗎 好,這個玩具呢就是兩千塊日幣 還蠻貴的 好,我要去前面了 麻煩一個人照我一下 麻煩一個人照我一下 我在畫面上嗎? 就是我的日本製霸之日 什麼叫日本製霸呢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日本製霸也沒有很了不起 嗯 我們知道日本有四十七個線 我身後呢就是日本地圖 大家可以看到 從北海道 東北、關東、中部地方 北陸 這個關係地方 然後中國、四國到九州 總共有四十七個線 那呢 我今天就是在今天下午大約幾點 一點半左右的時候 完成了日本製霸 啊我是因為我 欸,歡呼一下 耶 OK 那我最後一站就在這裡齁 就是你看喔,這是日本全土的 這邊是 我們今天從關係獎進來齁 下來就是這個 和歌山線是我的 最後一條路就對了齁 那很多人都問我說 那為什麼你會挑選 和歌山最為最後一站呢 其實 也沒什麼特別的理由 因為 一直都沒有緣分過來 那和歌山是一個很容易去的 因為你從關係機場進來 往南開車一個小時你就到了 所以其實它一點難度都沒有 因為你看喔,你怎麼說 你知道嗎 呃,我講一些比較難去的 像這是沖繩 然後往北呢 坐飛機可以到這個小小的點 你一定看不到 因為我也看不太到 這裡叫宇潤島 在往北一個小島 你看得到嗎 有一點點 在往北一個小島呢 就是叫這個 沖泳涼布島 這裡我都去了齁 那這裡要來的話 就是要從沖繩 然後坐飛機 坐到宇潤島 那坐渡輪 坐快兩個小時才可以到沖泳涼布 那這渡輪是一天一班 對不起說錯了 是兩天一班 然後呢 馬茲園島 西表島 這都沒什麼齁 左渡島 有沒有 這個 應該大家 很多人都去過吧 應該都還好 好 那比較厲害的是這個齁 這個到得到嗎 到得到 這個綠色的點呢 其實它事實上不在這裡 它還要在 更下面更下面更下面 更下面 這裡叫小麗園珠島 它要怎麼去呢 你要從東京 然後 這個 平川這邊有一個叫 枝 枝 襲巴這個地方 就是它可以坐渡輪 然後它坐24個小時的渡輪 就可以到達小麗園 群島 這裡都去了 然後呢 回來呢 也沒有比較快 你要坐 校司 不過很有趣喔 就是 我去的時候是一個人去嘛 回來的時候認識一大堆人齁 就是蠻有趣的事情 可以看到 連這裡都去了 九州 有些秘密都去了 四國最南端的四萬十都去了 很多 離島也都去了 結果就是挑選一個 最後一個 地方 是和歌山 很多人都說 聽到和歌山就笑了 因為 可是它真的沒有那麼難去啦 不過 我真的是第一次來和歌山齁 那很開心就是 在這 十六年的路程中 有很多人陪伴我一起 呃 去過很多 日本的一些 呃 私密的景點還是很特別的地方 我自己都覺得還蠻 蠻開心的齁 所以呢 我今天就要來做一個儀式 現在幾個人在看 四十五 四十五個還不錯 五十 好 快要到我的人生的高峰 哈哈哈 好 我現在要來 做上一個儀式呢 就是我把道真釘上 這個和歌山線齁 大家之前的話 先介紹一下我的這個 羽絨外套 哈哈哈 對 這個羽絨外套呢 就是叫做 這個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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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義大利牌子的羽絨外套 對不對 因為明明在室內有開暖氣非常熱的一個狀態下 我都快要流汗了 但我們還是硬是要穿這個紅色的 哈哈哈 象徵我的color的 這個 羽絨外套上這個直播 沒有錯 這件還蠻好看的吧 我那天不是破一個說 到底要買 到底要買 橘色還要買紅色 那 網友大概有九成五 都跟我說買橘色比較好 但是我這個人就是反骨 所以你就 以後大家就知道我的個性了 呵 就是你們越教我做的事情 我偏偏不要 呵呵 那就是我 OK 好 那我現在要來完成這個歷史性的一刻 那個 馬克幫我拍一下 我的相機在那 雖然這一刻我覺得這個畫面也沒有太好看 呵呵 好 我們把這個 滑色的圖地呢 釘到我們的 欸 特寫特寫 OK嗎 OK嗎 OK 好 為了把他們摊得很乾 我在拍照台設講一些話好了 哼哼 誒好像應該安排咒樂橋段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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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嗼 那我們明天就是往中間這一塊去,會去一些我比較喜歡的咖啡廳,然後一些冰淇淋店之類的,就是我的風格的一些店 然後再往南到白冰,然後最後會到這個,這個這邊,新公寺,就是那個海底洞窟溫泉那個地方 就是我這次的行程 不過其實,對,但其實我覺得應該,事實上,自罷的人很多啦 就是說,把47個線都去過了很多,但是,對我自己來說啊,我現在開車自下走過的地方加橫河山線總共有40個線 那日本有47個線嘛,所以其實我還是有一些地方是還沒有自己真正開車,就是仔細玩透的 所以,我把這次的自罷視為我的第一階段,然後可能我慢慢,就是在未來可能幾年中會慢慢再去把我想去的地方慢慢再補齊這樣子齁 話說回來,我也快不知道要去哪裡了齁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覺得很不錯,你也可以跟我說齁 其實我也都去的是,大家會看到這邊好像比較稀疏對不對,你知道為什麼嗎? 是因為這個圖釘很貴,然後呢圖釘不夠的關係 所以我在這邊呢,花了太多的圖釘 然後呢,這裡就沒有太用了齁 這是一個關前沒有顧後的概念齁 那所以就是... 對啊,其實我真的覺得還蠻感慨的啦 因為,說實在的,就是... 我一直都覺得說,自罷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只是,好像...呃...今年初就覺得,好像今年應該要來完成這件事情一樣齁 所以我就...呃...在也是號召我的好朋友齁,跟我一起齁 然後就來完成了這一趟這個自罷之旅啦齁 對啊,你如果要問我說,日本下一趟想去哪裡? 嘿嘿,我還真的想不到齁 我還真的想不到齁 我還真的想不到齁 不過我還蠻想去的就是那個...尖掃的...楓葉的石頭在這裡 尖掃,石頭田虎旁邊 好,或者是...磁床的那個...夏季 夏季的磁床齁 那我今年七月還會去附良野看幸運草齁 那...字內...嗯...超級不想去 呵呵呵呵 對啊 嗯...同意其他地方就是這樣齁 好,那我今天還會去宮古島做跳島之旅齁 所以還蠻多...呃...可能今天還會再去一些不一樣的地方齁 那我今天還會再...會...帶我朋友去...小麗園 好,這個...小麗園是一個非常考驗體能的地方齁 沒有...體能的這個...這個...自信的人還是不要去齁 對齁...還蠻多的齁... 我現在要去...九州看櫻花嘛 對齁...還有很多地方... 就是有一點想去啦 譬如說長野線有一個...就是...小布斯啊 還有野園公園就是可以看那個...猴子泡湯的地方 也是蠻想去的齁... 對...是這樣齁...這是... 這是我的字大字母齁... 有沒有...有什麼問題...幫我看一下 那可以上下方... 大家的問題都是...這個地圖在哪裡買的... 這個地圖的話...這個...呃...叫Yumei的齁... 是一個...那個...FB之前打果然打很兇... 然後就是可以訂做你的地圖... 你看我的名字在這...Sakeo... 就是我的...這個...日文名字齁... Sakeo的地圖... 這一張2200塊齁...蠻貴的齁... 所以就是...這個是...M size的...還有更大的齁... 看你家...形勢有多大... 它有四個顏色的樣子... 我沒有要...幫他代言的意思齁... 那個...還有人問說... 花了多久的時間完成製霸... 喔...製霸16年... 我超慢的啦...其實講實在話的... 認真完三個月就可以製霸了... 可是...對我來說的話是... 你有沒有很深入的去走你想看的東西... 所以其實也不是...呃...多快製霸... 人生的選擇齁... 譬如說我有好朋友叫做Kawana... 他就是...完成100個名稱的製霸... 對不對... 對我來說就是神經病... 神經病... 對... 就是這種感覺有沒有... 他會點了... 大概是這種感覺齁... Face說...外套太小了... 外套...不會啊... 這剛好啊... 跟我的健檢一樣... 沒有...這本來就是... 不要嫉妒我好不好... 身材很好... 哈哈哈... 不要...不要隨便嫉妒我齁... 好...網友問... 可以跟你一起出遊嗎... 可以跟我一起出遊的話... 那你要想辦法認識我... 因為我只帶認識人出門... 可以跟猴子泡湯嗎... 可以跟猴子泡湯嗎... 可以跟水泡湯... 那你要去問猴子... 不要問我... 我怎麼知道猴子要不要跟你泡湯... 其實跟猴子泡湯... 兩個地方齁... 一個是剛剛講的那個... 長野縣的... 大概在這一帶齁... 白馬附近... 叫野原公園的地方... 要不要我輪印一下... 不用不用不用... 因為你錄音也會滑動... 好... 然後另外一個地方是... 韓館的一個熱帶植物園... 它那邊地方有... 但是... 事實上你都沒有辦法跟他一起泡... 因為猴子有一個地盤性... 你如果靠近他... 他會不爽... 他會攻擊你... 所以你要記得小心... 不要靠近猴子在泡湯的時候... 好... 所以沒有辦法跟猴子一起泡湯... 你可以看他泡湯就對了齁... 因為兩個地方... 韓館跟長野... 這樣子齁... 還有什麼問題... 還有人問... 熊本古道... 熊野古道嗎? 對是沒有要去... 對... 我個人沒有那麼喜歡走... 那個... 古道爬山的這種行程... 要怎麼跟你認識呢? 要怎麼跟我認識齁... 來... 來... 我們請... 怎麼跟我認識齁... 怎麼跟我認識齁... 自己想辦法... 我也不知道齁... 你可以寫私訊給我啊... 看我... 會不會想認識你這樣...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請提供訂購的網址... 有沒有訂購啊... 是這個嗎? 這個我又沒有抽錢... 我才不要幫他提供... 有沒有... 你就查U-Made啊... 或是你查那個... 什麼... 訂做日本地圖... 應該有吧... 我好像也是... 我是在FB現在看到... 後來才... 那個... Google搜尋的... 其實我本來今年... 掉字霸的時候... 是要自己做一份拼圖... 然後呢... 去年因為... 太忙了... 就沒有做時間做拼圖... 剛好在FB廣告看到了這個東西... 所以呢... 就想說... 欸這個剛剛好... 所以我就... 我就... 我就買了這個... 就真的蠻剛好的... 然後他本來只有... 付25個圖釘... 完全不夠... 所以你要自己加買... 還有問題嗎? 嗯... 網友爆料可以跟老師打球... 啊? 誰? 可以跟你打球... 是誰? 不知道... 有點像泰國的... 喔... 那個... 他那個... Janny的老公啊... Janny的老公啊... 每個禮拜一在... 台中... 哪一個球感... 泳鄉... 我應該去讀我... 每...禮拜一... 三點到五點... 我知道在台灣就去打球... 很冷嗎... 這裡... 不會啊... 一點都不冷啊... 但是我... 為了要展現我的... 這個... 很好看的... 紅色羽絨衣才穿的... 十...十二... 十二... 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啊... 沒有啦... 他只是剛好真的... 不過他真的蠻暖的啦... 因為我現在快要流暗了... 對啊... 因為我嘴邊有一個... 那個蘋果光照喔... 還有什麼問題... 以下都是慘妹的... 以下慘妹的沒關係齁... 說殺球很帥啊... 人長很帥... 各種慘妹... OK的... OK的... 大家還記得我現在在玩那個... 就是... 真聞的比賽齁... 如果你真聞覺得... 我讓我覺得不錯... 我會買二三個禮物送給你齁... 這個... 禮物... 金額無上限... 呵呵... 這樣講啦齁... 也不會買太貴的給你... 好... 網友說... 可以推薦一個... 你最喜歡的地方嗎? 每... 每年都有問我這個問題... 真的超難的... 因為... 你如果只有去十個地方... 要推薦一個很簡單... 但是... 超過一百個地方的時候... 你要推薦一個地方就很困難了...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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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呢... 他比較喜歡走這個文狀... 那個... 電的路線... 然後我最近去一個地方叫... 千棉車站... 我真的還蠻想推薦這裡的... 齁... 千棉是... 一千兩千齁... 這個千百的千... 棉是棉花的棉... 叫千棉車站... 他其實是一個... 就是... 呃... 平常是... 幾乎是無人的車站... 他白天是有人上班... 可是他只有... 禮拜一到禮拜五... 九點到五點有人上班... 他幾乎是無人的狀態... 然後他一個小時... 只有一班車... 然後就有一個文創團隊呢... 到這個地方... 他把... 改成一個... 五六日才營業的... 這個咖啡廳... 然後... 你就可以在這邊喝咖啡... 然後... 他這個站也很有趣... 他就是一個... 很老很老的木造... 房舍... 然後你從正面的門... 往裡面... 後面就是海... 然後呢... 你走... 走... 因為後門是打開著的... 你走進來的時候... 他沒有那個檢票孔... 你就直接可以走上他的月台... 然後他旁邊就是鐵軌... 後面就是海... 真的很漂亮一個地方... 然後呢... 他除了就是... 可以當咖啡廳之外... 他還是一個圖書館... 他找當地的人去推薦說... 就是... 有什麼書籍的... 大家看的... 就免費放在那邊... 然後就是... 提供這些書給... 就是剛好來這個站的人看... 所以我是蠻喜歡這個地方... 要簽免車這樣... 但是我相信... 在日本還有非常多... 非常多值得你去的地方... 所以... 呃... 也許我覺得很棒... 或許... 或許你可以去看看... 那或許你有... 覺得很棒的地方... 你也可以告訴我... 說不定哪一天我就去那邊... 搞不好... 我跟你... 臭味相同... 但是... 但是我還是要說一件事情... 絕對沒有的地方是最好的... 就是... 像我現在也去夏威夷... 我今天五月還要去比利時... 呃... 我不認為... 有一個地方會是... 你知道去那地方就夠了... 人就是要去很多地方... 那... 我已經可以玩16年了... 我不知道... 歐洲如果要自霸要花幾年... 齁... 不過... 呃... 我現在有計畫就是... 每年會去歐洲一兩個城市這樣子... 齁... 然後... 日本當然還是會繼續玩啦... 就是... 繼續去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對啊... 還有網友問說... 會不會出... 智霸的新書... 智霸的書... 嗯... 我覺得這個書沒有消路... 你知道嗎... 因為... 我可能會寫文章啦... 可是要... 太近是不是... 對... 我覺得不會太亮... 對啊... 剛剛阿姨問就是... 為什麼燈光師都不照你的臉... 燈光都沒有照我的臉嗎... 因為它看不... 因為燈光師看不到... 畫面... 呵呵... 最喜歡哪個機場... 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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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因為... 大家知道我喜歡一個... T恤牌子嘛... 叫... Gunarifu齁... Gunarifu在... 日本這個地方... 欸...有兩個地方喔... 不過我比較喜歡中部國際機場... 在這裡... 民國或者... 因為它有... Gunarifu的那個... T恤店... 這樣子... 還有... 老師有吃過... 青森的... 隨意凍嗎... 有啊...當然有啊... 我不是有寫這篇文章嗎... 呵呵... 你沒你看... 呵呵... 在青森市的... 古川市場啊... 就是... 早上你... 你就買一千元的那個... 原油券... 你可以選你要吃什麼嘛... 你想要拷倒我嘛... 呵呵... 你可以問字內... 我就不會... 呵呵... 還有嗎... 還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問題啦齁... 好... 那...反正接下來幾天呢... 還是會... 繼續不斷的那個... 就是... 用美食美景... 轟炸各位齁... 然後呢... 如果你想要看練武的話呢... 在... 這五天的... 期間中... 絕對不會直播... 呵呵... 因為我要回去剪成影片再給大家看齁... 就是... 因為其實... 像我們昨天也是... 呃... 跳到快一點嘛... 嗯... 然後我們今天早上五點要出來坐車齁... 呵呵... 沒在睡就對了... 好啦...反正就是... 呃... 我還是會有很多... 這個... 新的行程... 跟新的一些想法跟大家分享啦... 然後其實... 日本字吧... 其實對我來說... 真的就是一個... 呃... 中途而已啦... 因為對我來說... 真的要... 真正... 真正開車玩過每一個線... 可能才是我的終點嘛... 那或許... 如果真的在玩下去... 說不定會有什麼... 新的想法可以做成書的內容... 或者是說... 如果是大家還想知道什麼... 就是... 呃... 可以去... 是在這樣子的東西的話... 也許你也可以在... 粉絲頁問我... 那我們再慢慢往那個... 往那個方向去寫文章... 因為大家必須知道一件事情... 我家有... 兩T的照片... 呃... 我都沒有時間寫文章... 因為... 我去年來二十趟... 今年不知道要來幾趟... 呃... 我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寫文章...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 看哪裡的郵寄... 你也可以跟我... 就是... 說一下... 就是... 敲完一下... 搞不好... 我就比較快寫這樣子... 好... 為什麼不喜歡字內... 沒有不喜歡啦... 就是沒有時間去而已啊... 但是... 另外就是它比較遠啦... 不過... 雖然是比較遠啦... 你現在可以從那個... 雨田鑽... 國內線飛去嘛... 所以... 就沒有那麼遠了... 不然從這個... 渣謊開車是四個半小時左右... 可以到字內... 但是... 其實這條很漂亮啦... 我一直有在Follow那個... 一個網友... 他是... 也是自駕遊客... 然後他... 他... 他... 開過這條路線... 其實你去YouTube找日文的網站很大... 渣謊到字內... 就會有人拍那個... 然後...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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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做新幹線... 到哪裡呢... 在京都... 我第一次去日本...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去做半導體的... 口義正式的那個... 半導體的老闆... 他就說要開車載我去玩... 老闆因為他虎爛我... 你知道... 開玩笑的... 所以我去... 他真的開... 車子來載我... 然後... 我們就約在那個... 京都車站... 他就載我去玩... 他載我去... 在我去... 吃那個... 呃... 當地的食物... 然後... 晚餐在我去吃燒肉... 然後... 到我去吃燒肉的時候... 我們去那個燒肉店的門口的時候... 本來外面還排那五六個人... 就是在門口排隊... 結果那老闆進去講一講話... 我們就進去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後面那五六排在外面等... 這就是日本IP的感受... 所以... 我也是因為這樣啦... 因為... 送到日本人這個... 呃... 怎麼說... 非常好的這個款待之後... 就對日本特別有感覺... 所以我第一次行程就是去迪士尼... 然後去大阪環球影城... 然後去京都這種很爛的行程... 沒有錯... 差不多就是... 大概15年前的旅行社就會做的行程... 不過呢... 誰都是從這裡開始的... 所以你也不用覺得說... 我一定要玩什麼不一樣的... 只要你想去... 沒有... 自己還沒有去過... 你就可以去... 沒有... 真的沒有什麼叫必去... 然後什麼非去不可... 因為... 日本現在這麼近... 你買個機票... 如果你不要買到旺季的時候... 那個機票才... 六七千塊... 那你... 每日都飛一趟也沒關係嘛... 如果你住台北... 你去肯丁... 可能也不只花六七千塊啦... 所以我是說真的... 其實有很多方法可以讓你便宜玩日本... 只是看你想要玩什麼... 所以你要最... 應該說你要最清楚你自己喜歡什麼... 所以... 你會在旅行中慢慢累積這件事情... 好... 在織床自駕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熊出沒... 我還沒有去織床自駕... 我... 只有在這邊坐熱氣... 我還沒有去織床自駕... 我可能這一兩年會去啦... 好... 趕快去Google九雄千綿... 我記得我寫啦... 對...我寫啦... 欸... 你可以找千綿跟西之... 波索見西之緣都還蠻喜歡的... 有人提醒我們... 14號... 不會下雪... 要小心... 我...我離民谷屋有點遠喔... 你看喔... 民谷屋在這... 我在這... 他這裡下雪耶... 我這有四個字... 跟我屁事... 對... 我應該不會... 不會中啦... 因為我們有看啦... 這... 那三層的比想像中溫暖... 因為我昨天來之前還說... 可能... 負一度...負二度... 但是... 今天來的感覺是... 呃... 我穿這樣... 會... 呵呵... 好嗎... 還有問題嗎... 沒有了... 現在幾點... 27分... 好...差不多了... 這個... 夜已深齁... 大家趕快去睡覺齁... 因為我昨天沒什麼睡... 等一下趕快休息齁... 然後呢... 這兩天也會繼續... 就是... 這個... 在本世界分享... 就是... 歌山自霸之旅的... 這些... 這些行程啦... 然後... 呃... 明天也會去一些... 很特別的地方... 所以如果大家有... 有興趣的話... 我還是繼續追蹤... 我們這個... 九雄風日本的粉絲頁... 好... 那我們的... 直播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終了... 他看得很像耶...